大家好,我是小琪 小琪是个有始有终的人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植物 然后好多人说 你光介绍不介绍栽种 不介绍养护 我买回来不会养 养死了怎么办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说一下它 我手里拿的这个球根叫做天鹅绒 也叫做伯恒利之星 它是属于球根植物 跟我们知道的朱顶红是一样的 它开花是比较个性的 所以它的养护方法非常的简单 有的话有养过狐眼万年青 它跟狐眼万年青是一样的 一个属一个颗的 然后你去养的话就不会出问题 它怎么去摘种呢 我们摘种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做的是 将它的杆根给它摘掉 或者是用剪刀直接给它剪掉 剪掉以后 我们需要做的是 找一些树东透气的营养土 我直接用这个长条盆去摘种 这个长条盆它是比较大的 我可以说摘上七颗八颗都是可以的 这样填到一定高度以后 我们把球放到上面去看一下 只要不把它顶部埋起来 这样去均匀的摆到里边去 留出一定的间距 然后把八个球全部摆到里边 这样摆好了以后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将土壤把它彻底的覆盖起来 这样盖的时候要露着顶部 盖起来三分之二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全埋 全埋的话容易在里边烂球 浇水的时候 夜心里会积水 到时候就会出现烂球的情况 根本就养不好 这样就完成栽种了 一定要露出它的顶部 不然浇水的话 里边积水容易出现烂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浇水了 浇水就非常简单了 直接贴着边 浇上 别把土冲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第一次浇水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浇透 这属于定根水 只有土壤彻底湿润以后 它的根才能够彻底的 去往底部去伸扎 如果说您只浇上一点 它只在顶部稍微湿一点 它的根长不下去 到最后长势也弱 开花开的也会小 这就是我们浇水 掌控不好的一个地方 浇透水以后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 一个见光充分的地方 去让它接受强光照 这样它的心芽长出来 直接见光 长得会又宽 又肥厚 这叶片长得非常的硬挺 不会出现叶片细长 出现倒幅折断的情况 然后它长得同时 到了冬天 它的叶片有可能会枯萎 如果说你放到室内的话 它不会枯萎 然后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它中间就会窜出花间来 直接开花 开出漂亮的天鹅绒花来 非常的美 而且它底下会不断的 奋身小的测球 测球奋身能力非常的强 测球养上两年 接着又能够再次开花 所以说你喜欢的话 可以去买 买一盒可以一盆变多盆 而且持续不断的开花 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半 点关热的